巨石向两个士兵滚来 他们瞬间被抓进网里 幸好有同伴解救 杰克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看到了双巨大的脚 他赶紧躲进水里 瞬间巨人就来到了跟前 杰克快要呼吸不过来 但他害怕得一动不敢动 幸好巨人很快就走了 但躲在树后面的同伴被发现了 同伴拼命往前跑 可巨人只是走几步 就轻松把同伴拍倒 露出了他的恐怖面孔 这是个吃人肉的野蛮巨人 队长见同伴有危险 带着刀冲过去 但他的攻击就像在给巨人挠痒痒 最终他也被巨人提起来 两人显得格外渺小 巨人感觉都不够他塞牙缝 杰克见巨人回头 连忙躲回水里 他侥幸躲过一截 但两个同伴成了巨人的盘中餐 男人被当成点心卷在面皮里 和两头猪放在一起 很快就要变成一道菜 幸好同伴赶了过来 给他割开面皮 但巨人突然回头 同伴赶紧把刀交给他 但巨人又拿起签子 扎了下来 猪已经被扎死 男人十分害怕 但幸好没有扎到他 可下一秒他又被抬走 放在火上烤 温度越来越高 男人难受地挣扎 想用刀划破面皮 因为他还要去救公主 而巨人又开始做菜 公主被吓得抱住了头 但很快他就被放到菜板上 巨人笔划着要切他 拿着刀越来越近 公主害怕到了极点 但巨人突然被刺痛 大叫着往后走 因为骑士及时赶到 最后巨人被杀死 公主得救 被火烤的男人也挣扎出来 没有死去 母亲狠心将女儿埋进面粉里 只因嫉妒他长得比自己漂亮 父亲回家发现了 妻子的疯狂行为 拼命地扒开面粉 看到了可怜的女儿 他急忙抱着他向医院跑去 幸好就回了女儿的命 洗干净的女儿浑身是血 从一出生妈妈就不喜欢她 认为她的美貌 会夺走丈夫对自己的爱 不知情的女孩却很渴望母爱 看见一家人抱在一起 她跑过去抱住妈妈 却被无情推开 妈妈不仅孤立她 还经常用言语侮辱她 甚至动手打她 并且下手毫不心愿 可怜的女孩被打得十分害怕 她开始躲避妈妈 可妈妈就像幽灵一样 总能把她揪出来 对她一顿暴打 女孩想反抗 却激怒了妈妈 妈妈拿起棒球棍 狠狠地击打她的后脑勺 幸好爸爸回家及时发现 把她救了回来 最终不受妈妈待见的她 被送走了